五、三十、二十表团成员中间 全场响起长时间热烈掌声 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代表 很高兴同大家见面 在巴黎奥运会上 你们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 奋勇争先不负使命 取得了我国参加夏季奥运会境外 参赛历史的最好的成绩 实现了比赛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 欢迎你们凯旋 向你们致以热烈祝贺并诚挚慰问 并向全国体育战线的同志们 表示亲切的问候 你们让全世界看到了 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厚积淀 看到了中国开放包容 昂扬进取的时代风貌 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锐气 底气 祖国和人民为你们 骄傲 为你们点赞 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相辅相成 希望同志们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 带动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蓬勃开展 为建设体育强国 再立新功 8月20号下午 竞技体育议会上荣获银牌 习近平指出 斐济是最早 中华优秀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